我们说实名制是什么特点 就是我拿身份证登记去 可是我们一年第二代身份证 全国得有将近丢上百万第二代身份证 那丢了这身份证 有人就在网上开始买卖 你看网上 我说买身份证 你看一大堆网站就冒出来 跟你联系 这个客户群那个什么 卖假身份证 或者说真身份证 他捡来的 那么如果你运营部门 电信部门把关不严 你拿着的别人丢的身份证 也能注册手机 拿假身份证也能注册手机 那么你这个实名制就形同虚设了 犯罪分子总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 利用身份证做文章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一个特点是 就是你如果到电信部门 通过身份证 你既然能实名制登记 也能去补办 说丢了我可以补也可以身份证 这容易形成新的骗局 什么新的骗局呢 就有这样的案例 就实行手机实名制了 有位曹先生 发现他这个月突然有几天 电话打不出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打不出去 回头发现 自己手机银行的密码被盗了 自己手机银行里头 存了三万多块钱没了 一问是怎么回事呢 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地方 有人到电信部门挂时 说我原来手机那个卡丢了 我重新补办一个卡 拿着就是曹先生的身份证 说怎么来的呢 有人把他身份证的信息 你像身份证里具体信息 手机号什么之类的 这个信息泄露了 卖给犯罪团伙了 犯罪团伙拿这个 办了张假身份证 这假身份证上照片呢 是犯罪分子本人 但是其他信息都是曹先生的 到了音乐厅说 我那丢了给我补办 这有时候一天呢 这个音乐厅大概得有上百个补办的 他也来不及何时 或者有偏远地区的那个 音乐厅人也不负责任 就给他补办了 补办了这个手机号之后呢 他就有 你看补办了 说我那手机丢了 我得改我这个手机银行的密码 就给重新设置个密码 那重新设置密码 还是你原来的手机 那还不把你钱都能走的 所以 这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没有实行视频室的时候 你必须得拿着手机卡的服务密码 你才能去补办 现在是拿身份证就能补办 产生了新型的这种骗局 今年四月 湖南省宁乡的周小姐银行卡 被人转走九万四千元 但银行卡和密码 却全部都还在周小姐自己身上 原来在四月十五号下午 周小姐手机突然接到几条 疑似诈骗短信 要周小姐登陆手机网站 收取汇款 不过手机登陆后 突然无法接听电话 之后 周小姐立即通过网络 查询自己的银行账户 发现自己的银行卡 分三十一次被人取走了九万四千元 通过我的手机卡 全部都在网上操作了 没有泄露 连我家人都不知道了 卡上面的信息她也知道 就连你可能在哪里 她可能不知道 第二天 当周小姐准备去补办一张手机卡时 却被营业厅告知 她的手机卡已经补办过了 原来早在四月十五号下午 有一名女性冒充周小姐 去营业厅办理了补卡业务 在营业厅补办卡业务单上 周小姐看到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 照片是周小姐本人 唯一不同的是家庭住址的内容 可为什么犯罪分子 要特意补办周小姐的手机卡呢 原来想要通过网上银行 转走周小姐的钱 需要提供其绑定手机的短信验证码 所以这个漏洞你怎么补 现在的电信部门必须得考虑到 就是不是仅仅通过一张身份证 就解决这些问题 这显得漏洞太大 系统望远性太高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你现在完全失明之以后 个人信息一定很详实 就像什么呢 比方你买房子 留下个手机号 回头天天的卖房子给你打电话 为啥 买房子的部门 房地产公司 把你这个信息给卖了 你媳妇在医院生孩子呢 你到那把你手机号留下来 回头医院有的 把你这号给卖了 天天都给你打电话 要不要奶粉 要不要婴儿车 孩子是不是婴儿 该怎么怎么样 护理了 把你弄得很烦 就这种犯罪方式 都很精准的 找到了受骗人群 他通过什么 通过极为准确的登记和个人信息 所以就说你现在 如果手机失明制执行了 这个人信息登记的 必然比以前更详实 更准确 就说如果我们现在 相关的管理部门 把不住这关的话 那反而使个人隐私 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暴露 个人信息被别人买去之后 犯罪分子 反而实施犯罪手段 就会更加容易 更加精准 所以我刚才说这几点 那么我相信大多数人 出于安全诚信角度考虑 会忠心的拥护 手机失明制的推行 所以要先把该做的功课做好 然后再强有力的推行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辅助 让大家更加信心